错了错了 三一门这次真的错了 为了报仇不惜与权幸不死不休 可结果却害得门人弟子实不存疑 就连路景多年的好友正子部都出面规劝 而所谓的罪魁祸首无根声 却在这关键的时刻求见老天使张敬青 而此时的三一门中 所剩无几的弟子们 围着已故师兄的尸体皆是痛哭道 师兄 放心吧 您回到三一了 而空荡的祠堂内 此时也只剩长青水云二人盘坐其中 他们一时能够听到外边的哭喊声 而就在这时 外边突然传来弟子的大喊声 爹 您就别逼我了 只见一名老父亲跪在弟子面前 同时他的口中还哭着哀求道 善阳啊 爹求求你了行不 你娘他天天哭啊 闻言善阳欲语泪先流 只能痒得头痛哭流涕说道 爹 就在这时 一旁的长青水云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同时疑惑地问道 善阳 怎么了 见状老父亲急忙起身 而后向抓到救命稻草般苦苦哀求道 各位 各位仙长 你们都是善阳的侍兄弟 你们替我劝劝他呀 他孩子还小 他娘身体也不好 你们让他跟我回去吧 我们家救他这么一根毒苗啊 说罢就见老父亲老泪纵横 而后竟生生地跪在了长青水云面前 同时口中还说道 老汉我给你们磕头了 见状几人连忙上前搀扶 老人家 千万别 我们受不起 看着老父亲那痛哭流涕的样子 水云内心也不禁为之动容 他此时反倒是沉默下来 然后先是看了一眼同样哭泣的善阳 接着就听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善阳 走 善阳闻言便立即就要拒绝 师兄我 可还不等他说完 便被水云出声打断 现在收拾收拾 马上走 不跟着伯父回去 大伙一起把你逐出三一 闻言善阳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只是眼眶中不甘的热泪一直未停 不知过了多久 三一门人跟在水云身后不安地开口道 师兄 算上善阳 这是第几个被家人带回去的 这样下去的话 可水云却一脸坦然地说道 无妨 现在面临的就是我们与全信的修罗场 有任何顾忌的 随时都可以走 你们也一样 此话一出 身后门人们皆是大喊道 师兄 我们不走 放心吧 师兄 对 我们和全信不死不休 这时水云话音一转问道 小路和诸葛他们还没回来吗 闻言门人弟子们也皆是不知 而在一处看似废弃的码头处 路景和诸葛找到了小站的刘掌柜 就听刘掌柜刘卫说道 各位 不瞒你们说 早年间就在银鹤楼 我就与那无根生打过一回交道 从那时起我就找人查过这个人 这么多年了 说起来真是惭愧 往前倒 我查不到他的过往身世 往下追 这人行踪挑呼不定 为人又谨慎 我的人几次遇到都被他识破跟丢了 我现在只知道 这人总会出现在全信的某个成员身边 除此之外 我对他也实在没什么头绪 闻言路景和诸葛皆是沉默 似是对这个结果很是不满 而刘卫见状便一脸认真向他们保证道 我只能说 各位放心 我会替各位留意 一旦有线索 第一时间告知三一的各位 闻言路景自然开口道谢 这就万分感激了 刘老板 可这时刘卫却话音一转继续说道 对了 路先生 有个朋友知道你要来 已经在这等着您了 说罢不等刘卫继续说完 便见一人迈着步子缓缓走来 来人正是路景的好友郑子部 而郑子部刚一见面便朗声说道 大少爷 连我都躲吗 带他走进路景这才说道 老郑 刚才你就是多余 你以为你能吗 此话一出 郑子部当即淡笑道 知道知道 您路大少是谁啊 小到我没指望您听话 刚才的话呢 是我代表师傅 代表上卿跟各位讲的 我个人来 倒是有件事想单独问你 这时就见郑子部收起笑意 而后满脸严肃地问道 我知道 你绝不会骗我 闻言路景双手抱身一脸的不耐 说吧 只听郑子部冷声地发问道 闯山的几个人 都有谁 吴根生 李沐玄 接着就见郑子部凑近身子再次发问 左门长是被这二人杀死的吗 此话一出 路景眼神顿时一鸣 气氛也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片刻后郑子部才缓缓开口说道 好 换个说法 左门长是被吴根生他们害死的吗 这时路景眉头紧锁慢慢地进入沉思 突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他想起了三一门目睹的一系列惨事 从吴根生闯山县真身 到师父左若同逆声化三重 最后到左若同哭老模样掀视门中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吴根生 只见路景猛地抓住郑子部的衣领 而后失控地吼道 是 就是他吴根生害死了师父 说把他手中的拳头不自觉地握得更紧 接着他看着郑子部冷声问道 郑子部你什么意思 可郑子部却一脸的平静 就见他先是拿开路景的手 而后抱着路景的脑袋缓缓说道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既想报仇又想三一还能延续下去的话 只杀这二人 记着 只杀这二人 可路景闻言却低头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片刻后才艰难开口说道 找不到 我们找不到这二人 可即使这样郑子部依然坚持自己的建议 就听他不容置疑地说道 那也必须坚守这条 兄弟 三一要想两全的话 君子报仇 几十年都不晚 但人死了 门灭了 就什么都完了 必须坚守这条 甚至李牧璇都无足轻重 也再去招惹其他混蛋了 目标只有无根生 记住 只杀无根生 只杀无根生 事到如今路景已然明白 战火早已无法停息 只见他紧咬牙关满脸痛苦 而后一把跪在了地上 接着才说出了悲哀的事实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啊 大伙停不下来 寂静码头只剩路景痛苦的呐喊声 再不停回答 而三一门行动的同时 龙虎山上下也未曾停歇 只见张静青叫来张之为询问道 那个无根生的下落呢 可张之为却无奈地表示道 三一的人这么久了 都没找到 我们哪找去啊 而后便听他话音一转继续说道 对了 最近陆续有三一门人的家人 上山去往回要人 好像是有人专门去了他们的家乡 告知三一现在的作为 文言张静青一脸愁容地说道 府邸抽薪 劝回去的倒还好 不回去的今后就更难了 这招就在这时 门口到同阙上前禀报 师爷 有人送了张帖子 打开后张静青不禁笑道 这是有人要见见我啊 一旁的张之为文言疑惑地问道 谁要见您啊 可张静青却并未答话沉默下来 而他手中只贴的落款处 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无根生敬伤